对于很多网友而言,姚蜜和魏大学的绯闻已经成为成年老瓜,虽然一直没有压倒性的实锤,但是网友们挖出来的猛量,确实也有一定幸福力。 再加上两个人演绎的大女主和小钟犬的浪漫戏码,确实要不少网友始终对二人话题津津乐道,姚蜜作为始终毅力不倒的顶流女星,也注定是非人体质,谁那大秘密的性格热烈大方,魅力直直增不减呢。 如今疫情风步还没过去,娱乐圈也比之前平静些许,只是有些话,只是迟到并不会缺席,有网友就在报猛量,矛头指起杨蜜和魏大勋,声称二人已有同居实证。 杨蜜在3月7日,公开录制了一段未经过突击对女警币新的视频,有网友就发现杨蜜身上的T恤和魏大勋穿的是同一件。 虽然照片中魏大勋的外套,恰好遮住T恤上的logo,但是从领口和颜色来看,两个人身上的T恤确实很相似,不过如今,这把同款的操作幸福力。 大的减低,因为明星之间的同款撞山几率一向颇高,很多时候,都只是意外的巧合。 另外,网友发出两个人拍照背景高度吻合,同是深灰色不略为背景,而且从镜头角度来看,魏大勋似乎存在故意秀恩爱的嫌疑,毕竟身为当事人,两个人早就神知网友们的超能神力, 软糖硬糖都不在话下,不过此量更易爆出,而人为粉大勋或俗感到,开启批谣模式。 这效率可谓是训练肉粗,首先杨幂粉丝声称杨幂的上一T曲,是知名少女品牌,根本不存在两人互穿的可能性。 而且杨幂目前依旧留在父母家中,统一谣言更是无中深有的说法。 根据本次的辟谣,首先就是相同背景,从视频上来看杨幂家的窗帘是亮面的,而魏大勋家的窗帘是雅光面的,如果不是使用的滤镜,的确不是同一个地方。 之前也有媒体出来澄清,力正很多明星家的装修风格都大体一致,深灰色遮光窗帘,几乎是标配元素,因为这是明星用来防偷拍的利器,所以拿同款背景当堂客,难不成艺人们都住在一起吗? 这证据根本立不住,同一件卫衣更是无稽之谈了。 杨幂身上的衣服,是意大利少女品牌Brandy Melville,而且这件衣服是骏马,也就是说只有一个尺马,所以魏大勋不可能穿下少女款的这件卫衣。 凭借一个领口,就判定是同一件衣服,显示没有说服力。 两人一直以来都是媒体关注的焦点,之前就已经身处风口浪尖,说真的是大摇大摆的好不避讳同穿衣,真的相当于萤火烧身。 聪明的杨并肯定不会这样明目张大,魏大勋更不会,所以这点可能性也极低。 虽然杨幋和魏大勋隔三差五都会被扒出小粉红,不过大多数都被粉丝网友吸数到连辟谣。 关于两人关系猜测是否属真,我们作为旁观者根本无从得知,所以,只要当事人不直接官宣,大家,还是尽可能停止意想和猜测吧。 若是两个人只是普通好友关系,这样一来反而让两人关系变尴尬,这样的范例早就屡见不鲜。 感情的事本就是明星的私生活范畴,希望我们能多给艺人一些空间,不要过度的平易和干涉,这也是对他们最起码的尊重和爱护。